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我拿出来一本书 这本书呢在我手里接近半个世纪了 就是当年我做大学生的时候 胡适送我的一本书叫做白话文学史 这本书在台湾由启明书局重印的 胡适把这本书签名送给我以后呢 一直被我保留到今天 我跟大家说印这本书的启明书局 他的老板他的老板娘都被抓起来了 胡适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行政院长就相当于国务总理陈诚 和副院长王云武 干什么呢 向他们等于是求情 就是说给我印书的一对小夫妻 他们印了别的书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呢 胡适只能写信给行政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类似用求情的方法 希望能够把被抓的这对小夫妻放出来 而被抓的理由 有一条理由是非常荒谬的 这个理由 大家看吧 理由是渲染自由主义文学 歌颂共产文学 是这个罪名把他们抓起来的 我觉得最好笑的 也最有对比性的 最有讽刺性的 就是自由主义大师胡适 居然用求情的方法给当道 给行政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希望他那一个被用渲染自由主义 而被判刑的一对小夫妻 也就是胡适的学生们给放出来 我举了这封信的例子给大家说 大家看看 响当当的自由主义 真正落实的时候有什么用 什么用都没有 胡适在台湾 以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都不能够保护他的一个学生 跟他的学生的太太 为了验了一本书 而被抓起来的这个情况 都不能保护他们 而抓他们的罪名 竟然是所谓的渲染自由主义 看到没有 渲染自由主义文学 也是罪名 我在我上一节的节目里面 在结论里面告诉大家 自由主义只是一个理想 自由主义在虚无缥缈 自由主义并没有落实 所以有人说 有人说像 连战在北京大学讲演 说胡适把北京大学自由主义的风气 带到台湾 开始怎么样发生作用 我跟大家说 那是个胡扯的话 是连战骗人的话 为什么呢 即使胡适本人口口声称自由主义 都无法在台湾落实 使我联想到什么呢 自由主义什么 自由主义像是85年前的一个飘在海上的一封信 大家看这个故事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家书 在海上漂流了85年 终于送达 大兵匈斯 出中前寄出 放在瓶子里面 对在海里 英国渔民捞户 岳阳送到纽西兰 匈斯之女 文湖之宝 什么呢 他是给他太太的一封情书 结果太太死了 结果最后收到这封信的什么人呢 是他的女儿 那个时候他的女儿是84岁的 已经85年以后了 他的女儿收到这封信 所以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在纽西兰 86岁的艾米丽 克罗赫斯太太 她和英国渔民见面 看这个 她的父亲 在1914年9月 开赴这个西线 到欧洲战的时候 在床上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 在海上漂流了85年 看到没有 这就是漂流85载 这个是那个 原报的报道 你看到没有 她这个愚人 她送了85年的信 就这封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原来这封信 在你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之间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 在海上漂流了85年 她才出现 当然收到的人 就是她的女儿 感到非常的惊喜 可是 真正从一封信 送达的这个过程来看 这太荒谬了 为什么呢 她只是能够传来 85年前的一个讯息 自由主义 对我们说起来 我好像有点浇凉水似的 跟大家说 自由主义要求落实 究竟它是一个理想 为什么呢 所以我在说 大家看看一些资料 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看 什么是人在中国 最早用文字 谈出来自由主义的 据我看 就是胡适的学生 傅思念 大家看看我收集的报纸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报纸啊 是这个抗战的时候 出版的报纸 大家看没有 这个是1945年4月29号 重庆的大公报 就是傅思念写的文章 叫做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大家看看 我收集资料 涵盖了这些 这个纸大家注意啊 不要看不起这个纸 在中国抗战的时候 只有这种纸 可是现在发现这种纸 相当的好 因为呢 它不脆 不像我们现在用的 印书纸 白报纸 经过三四十年以后 它脆了 脆了 这个纸啊 连纸的 你看没有 它不脆 所以随暗经过了 看到没有 三十四 多数年 民国三十四 四十四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八十四 九十四 六十年了 这个报纸还可以看 这是傅思念写的篇文章 叫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这傅思念的一个 一些看法 大家看 那就观察 在一九十八年 十月十六号 可以看到 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 我们再看 又是同于 这个 在一九十八年 一月八号 自由主义者信念 这是上海的大公报 你看我里要搜集资料 大家看到没有 我可以把六十几年资料 都保存得很好 突然本身来的时候 就惨破不全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 一九五零年 一月十七号 上海大公报 也论自由主义 也论自由 就自由主义 觉得信念 独厚感 然后 我们再看 论政府对待 自由主义分子的实测 这是 一九十九 五零年 一月二十五号 一九 一九十八年 一月二十五号 再看一九十八年 三月十八号的 还是论自由主义的 这个文章 大公报 我们再看 这也是 在三十七年 九月十六号 这个上海出版的 自由主义与自由 再看 就是印海光 到台湾以后 特别 现在我们谈到自由主义 就要联想到印海光 在自由中国 所写的自由主义的底蕴 这个 这个底蕴蕴 自由主义的 大家看 这个 一九 五三年 七月二十号 中国自由主义的反省 这民主评论的 这民主评论 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 这徐副官 这是我的被告 这国民党大特务 也赶时髦 也谈 自由主义 这是一九五六年的事情 然后看到 一九五六年 自由主义面临考验 然后再看到 一九六一 六一年 六月五号 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再看到 一九七零年 三月十一号 美国自由主义的崩溃 我拉拉达达 把这个资料 随便按照时间 排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零零星星 有人在谈自由主义 可是自由主义 在中国无法落实 为什么不能落实 我告诉大家 自由主义 是那种知识分子 比较高层的知识分子 他自己著书律说 所表达的思想 可是 他没有 被政党所支撑 变成一个个人意见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不能够发挥作用 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这是我一辈子 听到的一句 很刺耳的 可是很真实的 一个真言 我当年被抓起来 被国民党委政府 抓起来 被疲劳审问 几天几夜疲劳审问 那房间是密闭的 只有东光照着你 墙光照着你 那个墙啊 都是软的 你头一创墙啊 那墙是海绵的 你创都创不死 那个地板呢 就海绵包起来的 你走在上面 好像在坐船一样 换句话说 怕你自杀 整个房间呢 都是软的 墙光 24小时 疲劳审问 没有窗户 所以你不晓 也没有灯 也没有 也没有钟 你不晓得几点钟 可是我能够算出来 多久了 因为吃东西 可以感觉出来 当吃早餐的时候 吃的是烧饼油条 所以 一吃到烧饼油条 我就知道 哎呦 24小时过去了 被疲劳审问 然后又吃到了 烧饼油条 我就知道 又过去了 24小时 就这样几天几夜下来 我虽然困得 已经不成人形 可是还能够说谎话 最后忽然进来一个 人高马大的苏北人 他进来以后呢 戴着眼镜 其他的人 这些旁边这些牛鬼蛇神 看他来了以后呢 都闪开 他一个人坐下来 那个房间里面 最后只剩下他和我 他坐在我面前 跟我闲聊 忽然采取那种软的姿态 跟我闲聊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是学历史的 台大历史系毕业的 你历史没有学通 哎我奇怪 我说怎么没有学通 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现在是团体跟团体斗的时代 政党跟政党斗的时代 权威跟权威斗的时代 组织跟组织斗的时代 我们共产党再垮 再打白仗 我们基本上还是个党 还是个团体 还是个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在跟共产党斗 共产党也是团体 也是党 也是组织 我们这个整个局面呢 是组织跟组织斗 当然这里面有输赢 可是李里尧在干什么 李里尧在跟我们斗 是一个人 一个皮肤 一个人 在跟我们一个团体在斗 跟我们组织在斗 跟我们党在斗 你怎么会赢呢 我们斗共产党斗不过 可是斗你 我们有经验丰富 绰绰有余 你怎么斗得过我们吗 你怎么想到一个个人 去跟团体去斗争 你怎么有这种观念 可见你书没念通 你的律师没学通 如果学通 你不会干这个事情 我写了一句话 我最难忘的一段真言 到现在我记得 他的表情 他跟我讲的话 讲对不对啊 又对又不对 对 就当时那个情况讲的是对的 你个人跟团体斗 你没有机会 可是 这位老先生 他跟我讲这个话 对我说起来 在历史上 我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 一个人在跟团体斗 法国的福尔泰 不就是吗 他在法国 被关在监狱里面 被打 然后他跑到外国去 到了80岁以后 回到自己的国家 大家欢迎他 不是吗 他一个人不在跟团体在斗吗 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很少见的 我李敖也是其中之一 我告诉大家 我自己目前做到这一点 我这团体垮掉了 你看到国民党哪里去了 烟消云散 国民党死掉了 当然我也老掉了 我看这个结果是这个结果 使我想起来一个人 就是千军 千军什么人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人高马大的这个人 他原来姓刘 叫刘昭祥 王昭君的昭 吉祥的祥 他写的这本书 有人给他写了两个 毛笔的习当 沈之月体 沈之月谁啊 就是当时的调查局的局长 中国的FBI的局长 他给他提示的 这个笔名叫做千军 这个人就是这位刘昭祥 他是大海局的科长 我出去以后 他还跟我联络 我们一起吃饭 他告诉我 他杀过七百个人 七百个人都是共产党吗 至少他觉得跟共产党有关 他杀掉的 这么样凶狠的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你个人怎么该跟团体斗 使我想起来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像我李奥 不是那种嘴巴说的假自由主义者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你的遭遇就是个人跟团体斗 像胡适 也是这个下场 只是他斗得很温和 他很耍得开 可是基本上 最后 他的学生 被抓起来 他用陈情信去写信的时候 大家看没有 在1955年3月11号 胡适要写这种信的时候 看到没有 他不能够用法律 来为他的学生 争取自由 不能够 用合理的手段 合法的手段 为他学生争取自由 去实现他的自由主义 而是用的一种 类似 陈情的方法 来 卖老面子 来争取自由 请问 自由主义 不这个 沦连到这个程度了吗 不是吗 这就告诉大家 自由主义发生了问题 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呢 就是 你基本上 你没有可行性 原因就是说 他们是团体 你是个人 你个人跟团体斗 是没有希望的 国民党一个大员 叫做丁维芬 注意啊 丁维芬 他有一个外甥 叫做王从武 请注意这三个字 王从武是共产党 替共产党主持过宣传的 后来被抓起来 判他死刑 因为他的舅舅 就是国民党大员 丁维芬 丁维芬 丁维芬的关系 就说 不要这样子 不要判他死刑了 他跟我们国民党合作 所以呢 王从武 就由共产党 变成了国民党 后来做了 国民党的 激南市的市长 山东省会 激南市的市长 他到台湾来以后 就主持了 现在的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前身 叫国际关系研究所 他做了副主任 他的儿子 跟我的同学 有一次 他跟我聊天 请我吃饭 跟我聊天 周恩里奥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如果是毛泽东 一个人 在台湾 如果是周恩来 一个人在台湾 周恩来 只是一个人 毛泽东 一个人在台湾 周恩来 一个人在台湾 他们能做的事情 不会比你聊 一个人在台湾 做的更多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老毛老周做的事 一个人 不会比你做的更多 他们为什么能做事 因为他们是组织 他们是团体 他们是政党 他们有这些人 这些结构 可以使他能做事 所以他们化成一个人 反正不能做事 你一定要一个人 所做的事 因为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人 这是我想起来 我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能做的事 是什么呢 是85年以后 证明给大家看 我这封信寄到了 大家知道 85年以前 我写过这封信 因此阳差的原因 在海上漂流 85年以后 你们知道了 85年以后 是什么事件呢 那个时候 无所谓自由主义了 可能这种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了 时机成熟了 机会来了 水到渠成了 一切不在话下了 没有问题了 所以就好像我们在台湾 过去那么努力的 争取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他们查见我们的书 发生了那么严重的冲突 可是 十来运转以后 你的敌人垮掉了 你的敌人凋零了 你的敌人改变了 这个时候 这些自由都可以 自由很自然的就取得了 换句话说呢 你这一切努力 发现过去一切努力 都变成了一个讯号 就是85年以后 正应给后人看 你那些努力 只是说 我曾经努力过 可是85年以前 实际没有成熟的时候 那些努力都没有用的 当然你会 因为私人的关系 或者救 你的学生 他们小夫妻 你会写封信 给向当道 来陈情 希望放他们 可是 该写信的人太多了 你胡适 有没有能力 一个一个人去写信呢 你不可能 一个一个人去写信 这就告诉我们 自由主义 本人是个点缀 它代表一种光芒 可是光芒呢 到85年以后 才会出现 所以我说 有种人是好的 可是那种力量 从政党斗争的观点来看 个人的力量 太薄弱了 我们并没有望子飞薄 可是比如说 那个只是一个星火 只是一个光亮 只是85年以后的一封信 它所代表的 就是这种精神而已 它只是一个讯号 其他都不能说了